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这门课在全技大里面的挂合律是排名第二的 所以不是最恐怖的啊 第一的据说是好像是门课院系那边的 门课可以达到几次的挂合律 但其实大家不要害怕密切还有很多人过了是不是 还有大运的人是第一次不过嘛 然后第二次就过了 补考过了对吧 也要很多了 所以不用担心啊 不用担心 然后呢给新同学们说一下 就是这门课其实你可以不用做笔记的 真正的就是那种一次考过了几乎是不多笔记的 因为你们学生物是吧 那我们前面学了几年的课 可能都习惯于上课狂抄笔记 或者说是拿个手机 现在都手机的很普遍了 然后就拍照片 我的每张PPT拍照片 然后那个甚至有人是全程的录音录像 没关系了我这个特意还买了个比较好的相机来录 所以录的效果应该是比你们拿手机拍要好一点的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这门课常常是没有PPT的 不是说我不给PPT啊 给和不给的 没有区别的 因为每次考试都是用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呢 我就发现同学们几乎是人手一套完整的PPT的照片 所以说我给不给PPT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你光有区域就没有用 这门课是非常的 不是一个理科的课程 是吧 你们以往的话都觉得生物像个文科 是不是 有点这个味道吧 就是上课呢 上各种各样的课 都是狂备书 所以一看这几下这个女生比男生比较多 生物系一般都这样的 现在 我教这么多年书的话 每年就是我发现女生也会有大幅的增长 为什么呢 女生比较会配数 所以就比较有优势嘛 就是有生存优势 那是什么 那对啊 要不然就挂科嘛 对不对 挂多几门的话你就避不了压了 对不对 所以这门课我跟大家强调一下 留心同学强调一下 这 我的这门课呢 一没教材 二呢 需要很强调的这种推理 所以它是一门很典型的理科 那么所有的 以推理为主的这样的课程 事实上就是大家不用特别的去记很多笔记 一二三四五都去背 一二三四五都去背 甚至有的 有的人 中间逃课 当然我不点名 我也不知道你们谁逃了 没有 但是考试的时候全线远行 那我这门课呢 嗯 大家听故 多数的时候听故事就好 你如果来了 人在这儿 心在这儿 你听我讲故事 基本上不用 写笔记 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 我们的那个翻译主角实验室 这个 这个丢库的字幕道上面 有 从一二年一直到 到去年的所有的这个 课程 你可以去看 每年这个课程都会更新 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院里面 又给我这件课程 所以就是这本课的 东西就越栽越多 因为确实也是 这个生物心医学 这东西我讲的呢 可能也是 这生物心医学的一个 入门的皮毛 但实际内容是非常的多了 所以呢 大家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能够去推理 要懂得 要懂得这个 原理性的东西 因为具体怎么计算 我们一般来讲 不会去讲解 具体怎么去计算 具体的计算 现在都是由电脑学完成的 我不知道你们上这个 概率论文过的 数理统计的那门课的时候 就是什么样子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是要手算各种 统计学的东西的 比如说什么卡方解研 T解研的 我们当年都是手算的 拿一个小计算器在那 嗯嗯嗯 你们现在不用了 直接的 拿个什么MathLab 或者是 现理资料都能做很多事 是吧 但是 策略性的东西 没有电脑可以帮你们做 大家可能喜欢看什么 金石头条之类的 我讲到 拿来 好 如果你们大家 喜欢看金石头条的话 可能经常看出一些马云的言论 马云的言论呢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相当的深刻的 就是他说在 现在这个 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 很多的工作都将被取代 一会儿我还会 还会想到 在人工智能时代 很多工作会取代 那什么样的工作 不会被取代 有创造性的 需要人的创造性的 这种工作 它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 所以说如果大家不想 一毕业就失业的话 就需要去真正说去积累那些 人工智能不具备的能力 那好 你们有多少人是上 就是在进校之后 上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生命科学的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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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些东西 可能我就可以自己跳舞 那些人工智能不具备的 不 我 就是说其实第一节课 尤其是第一节课大家不用去 真的没笔记课一机啊 就听我讲故事就好 大家就知道我们上课什么概念 因为 你刚才说从 下年再下一个课的话 可能下两次课 我甚至连PP都不会用 我直接在这边写 对 没关系 大家习惯一下就好 这是你们 可能从小到大做学生时代 以来可能上过了最奇葩的课 这个 那我是我以前做三位动画的 这个大家看 应该都看过我的这个三位授品了 不是北京奥运的那一场玩 然后呢后来 后来我做 转座胸 这个 这么观想 然后一堆的名号 我们的 又不用去管它了 然后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是 呃 又做学术 然后也会 也是在在工业界也是 呃 有所有所涉足的 啊 那么 像 其实这里面呢 几乎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就是就是 被 被拔去做 自己的系统 都知道怎么回事 呃 尤其是现在 现在还被抓去做 这个什么 深圳系统化去第一届 撑起来 被藏了 所以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可能会在 呃 在电视上面 呃 或者是在报纸上 尤其在深圳那边的话 可以 可以 可以是不是可以看到我 呃 然后呢 我在 呃 在这产学院上面的话 我 呃 就是 2013年的时候 呃 加入这个赛泽生物 啊 那个 从那个时候 任手续科学家 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现在已经协认了 呃 就是 到2016年的时候 赛泽生物上市 所以说 要说我也算是 呃 就是 创业 成功的一个人吧 嗯 然后现在呢 呃 是 创 创立这个成体生物 啊 现在是成体生物的这个 这个 所以如果说 大家有些什么 呃 不光是 不光是学术上面的 呃问题 如果是大家有少工作呀 想创业呀 怎么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是有 我是过来的 呃 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经验和教训 嗯 那么 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 你们为啥做书 为了后面找个好工作 啊 做钱 允许来购买 或者是这个 价格不快 嗯 走上去从天空 是吧 哎 哎 老人偷笑 然后点头 哈哈哈 对的 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对吧 嗯 你赚钱 不靠坑不拐骗 靠自己的本事 和汉水 赚钱 这没有问题 啊 如果你们想 赚钱的话 很好 我们看一下最有钱的 比尔益斯 但可能今年会有点变化了 嗯 但是起码就算他首付也是第二副的 所以那他做一个参照也是蛮好的 这个比尔益斯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是大三的时候辍学 创办的这个 汇软 94年开始 成为这一首 听医治宝是 起码到去年还是今年不知道 那大家怕急了 然后呢 另外的一个人 也是 那个那个大咖之一了 Oracle公司的总裁 Larry Edison 这个人呢 他不是首富 但是也是全球前二十富的人之一 然后他在2000年 耶鲁大学2000年 毕业年底下的演讲说 你们这帮人都是垃圾 你就没有机会了 你毕业了 世界最富的二十个人里面 19位是没有读研究生的 唯一的一个读 读过研究生的 有退学了 所以他是没有拿到硕士学位的 所以说 他的这个 演讲就叫做退学吧 开始成功 你们现在大二 大三 所以 所以说 不是说 这不是一个个案 世界最富的二十个人 中十九个人 没有贵 这不是一个个案 所以如果说 大家真的想成为世界所富 或者是至少世界钱 钱多少富的话 尽早出去创业 真的是很有必要 那我们来看 大家读生物 很恭喜大家选择一个 Hug模式的 甚至是Nightmare模式的 这种 这么个领域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数据来源于 教育部历年的 中国大学分岁月报告 每年教育部会出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难就业的专业排名 13年我们看一看 生物技术 生物科学生物工程 三个全都在前八里面 到了15年的话 就已经排到前面去了 从15年开始 他们生物科学和技术是不分的 再放在一起统计 于是就很光荣的 这个 视频卫生与营养学 跟生物也有关系的 反正差不多吧 这个 耐出耐地就排在第一点 然后呢 17年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那么它只列了前六位出来 那么即便是 只有前六位的话 生物科学技术 还有生物工程 仍然是在其列的 那 因为屏幕有限 我是从 我这个资料是从08年开始插起的 那么从08年到现在为止 每年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这三个专业 基本上都是在最难就业的前 前景 好了 你好不容易 毕了业 然后找了一份工作 工作对口率 我们看一下 这是生物工程的工作 专业对口率是垫底的 那么 在统计 被统计的所有专业里面 主要的 主要专业都统计进去了 平均来讲是 专业对口率是 61.5%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 生物工程专业 是 8.9%的 这个专业对口率 在被统计的所有专业里面 是垫底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生物工程专业 毕业之后 有39.86%的人 去做了销售 12%的人 去做了行政后勤文笔 所以你们 好好念一下你们的文笔吧 太有口才了 因为你们中间有 只有一半多的人 会去做 你看 这是40%吗 可能就一半的人 会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看 再加上质量管理安全防护 教育培训这些东西 那么这如果说 一二四五位 这个工作 居加起来的话 已经超过一半了 所以说你们 你们可以看看 你们左边 右边的人 横顾一下四周 这些人 你们一半的人 可能出去是完全跟 做生物 没有任何关系的行业 那么可想而知 你们花了四年的时间 那些学下来的专业知识 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然后你们的语文 可能已经 早就还给老师了 你们写些文章 能够写到通顺 就已经 谢灵谢地了 这种状况之下 我不是说像 我强烈地 我曾经强烈地 像技大建议过 我们这个生物系 考研的时候 要加测语文 为什么呢 现在来考 研究生的 绝大部分的 这个考生呢 中文说的跟英文一样好 或者说中文跟英文 说的一样烂 那么在这么烂的情况之前 你要是去做销售 你要去做这个文秘的话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烂 因为你的专业 你觉得专业你的工作 工作完全对不上 所以的话 你心心肤肤积攒下来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 完全派不上用场 那么 跟那些 四年专门干这些事情的人 来比拼的话 自然是拼不过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应届生 这个 分专业的这个起薪 它当 他们统计了二十个 专业里面 我们可以看待 生活功效是垫底的 因为你的专业知识根本用不上 所以 经济不过别人 你的专业 你的起薪就会低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毕业之后 因为这种原因 他不想去就业 除了加里登那种 大概有百分之九点八的人 就17年的这个报告 只显示有百分之九点八的人 就是接近百分之十的人 会选择 毕业完了之后 加里登 不去找工作 剩下的出去的人 里面有很多人 他是不愿意去这个 去找工作 给别人打工的 他想自己 自己创业 因为现在大家的家里 越来越有钱了 然后他现在大家也 越来越有想法 所以说去创业 尤其是 现在的国家的大环境 是鼓励创业 对吧 这个 这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大众创新 大众是这一次 那创业 大家知道是很痛苦的 很困难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 有多困难 大家有没有概念 我自己本身 其实创业失败了 尽管如此的话 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 我们看一下 从09年的 这个1%不到 一路攀升 到了这个 15年的时候 达到6.3% 然后呢 到了16年的时候 抖降是3.1% 因为前面 这一波创业的 基本上死得不上什么 然后呢 但是这挡不住大家 前铺后继的热情 所以在17年 刚刚出来的 这个统计 又回升到了6.3% 相当下的高位 并且预计 今后还是总的趋势 还是会一直上升的 雷军的那句话 雷军是我校友啊 我以前曾经坐在他的 他在古大上课的 那个课桌上面 他课的那行字的 那个座位 曾经 曾经坐在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 知道雷军那么有名 我的上课就不知道 那话 然后雷军呢 那有一个名言 叫做 站在风口上 租了可以睡起来 很多人 被这个 被这句话 说的是热情费能 于是 魔学场场 跃跃跃适 还真的去试了 但是这句话呢 后面呢 还有下半句 被马云普全了 风过去了 摔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学生创业失败率 全国企业三年死亡率 是90.8% 也就是说 就是13年注册的企业 到16年 如果还能够活着的话 我们就算他生产下来了 如果死了 就算他创业失败了 全国的所有企业 三年死亡率 大概是90.8% 中国实际上 每分钟会注册八家新的企业 大家知道这个数据 就是大家现在创业认定 确实很高涨 那全国企业三年死亡率 大概是90.8% 那么我们看 大学生创业失败率 不同的统计口径略有差异 但是呢 这是一个比较全国 和比较大量的统计的数据 是大学生创业失败率 是97% 所以说这个 有句话说 创业维坚缅 缅怀诸线链 大学生创业的失败率 要明显的高过全国企业的 平均的这个失败率 其实这一点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创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讲 往往是不具备创业两件 而去硬上 因为本科很难就业 找到的工作可能月薪也就非常低 可能你就两三千三四千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去考研是因为被动考研 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个调查里面 提高责业称致三百分之六十 责业压一大千考研再说 那么这两个整合计是占了百分八十亿 比如说五个人里面有四个 五个考研里面有四个是因为本科找到工作 或者找到好工作 是去考研的 但是当你们信心复复读了三年的研 出来之后会却发现 研究生就业的情况还不如本科生 我们可以看见 本科生就业率起码还有百分之七十几 研究生的就业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三 日生物类专业 那么有一个对雇主的调查 本科生比研究生的就业优势有哪些呢 主要有这个 这三年 那有人说我出国了 你看这个好多海龟回来之后 就成为什么大教授之类的 或者是成为什么国家隐性的 千人之类的 无论是在高校教书做科研 还是在外面创办企业 好像一个个的风光无限 但是呢 给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数据 五年 就是毕业之后五年转行率 留美的生物研究生高到百分之九十五 而在中国的生物研究生呢 是百分之六十七 所以如果说你们还想待在生物行业的话 就尽量不要出国了 这是真实数据 那么 在美国剩下了这么百分之五 五年之后还留在生物界的 那么经过一般来说两七六年的博士后 非常的辛苦的 博士后 而且收入非常低的博士后 在美国的话 不同的大学的博士后的薪水有所差别 但是呢 大致来讲 比一个第十世纪的薪水还要低 大概是这种概念 和一个刷墙的尼瓦这样的工资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么辛苦 这么高的压力 做了六年的博士后 找到终身教职的比例 在这一小块里我们把它放大成百分之百 也只有百分之十四 所以说 真正去了国外 还能够最后从事这个科研教学工作的 那简直是百里挑一 甚至都不止了可能千里挑一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你们读书是为了要想过个好的生活 我建议大家 趁着早痛 就是长痛不是短痛 现在退学 真的 这不是说笑 我刚才每一张片子都是有趣来源 都是真实的谈刺结果 为什么大家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读生物的转行率是如此之高 因为我们有一个颠覆一切的力量 就是IT 信息科技 信息科技 这个东西 非常凶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 如果是最好就业的专业排行码 从90年来一直到现在 跟IT有关的一定是能上行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在码头装卸货物 我们可能熟知的是这样一种景象 集中机把货物从船上吊下来 吊装下来 到码头上 码头的一堆码 码头工人 在码头上整理货物 然后把它运上车 然后再运走 但是呢 给大家看一下 真正现代化的港口是什么样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 可能因为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码头也差不多了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汉堡的 就是汉堡港 里面的一个港区 这个叫做Alcambia 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离我原来在汉堡读书的 住的地方呢 直线距离大概就几公里的样子 这个地方是 全欧洲最大的 内头港口 大家可以看见一排一排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吊车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远洋集装箱的货轮 直接停在那里 那么把这么多的集装箱 全部吊装运走 这这边是铁路啊 全部吊装运走 大家觉得要多少时间 大概来讲的话 大概来讲的话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候 就是003年到05年我在汉堡 在那个时候 大概可以坐到一个小时以内 就是整个一大船 那么一大船的集装箱有多少 可能有的同学不太知道 那么这一个船的话呢 是几万吨的货水量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上面 秘密麻烦像虎台盒似的 每个都是一个大的集装箱 这个岗区需要多少去操作 是不是里面人头传动 工作人员忙忙碌路的穿梭 在这个集装箱之间 这个是里面的一些照片 这里面这些小盒子 每个小盒子就是一个集装箱 就很开的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面没有人 旁边没有站的 然后这是下面的 这个像虚内部的照片 你看这个车 每一辆车上面 有没有司机 连司机都没有了 整个港口工作人员不到10个人 这10个人都不是说干活的 都是说去监控的 就看各个机器有没有坏 有没有出现故障 如果出现故障的话 他们只要一个电话说 公司赶紧过来这坏了 赶紧给我休一下 就行了 就是他们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港口 是全欧洲最大的内核港口 负责整个德国这个内核航运的40%的 这个货物照片 不到10个人就知道了 那现在的话 如果大家去深圳的盐田港 已经现在已经跟这个 对了反正有差距 但是已经没有太大差距了 最关键的是 中国人已经把这个 阿普贝尔的这块给买下来了 所以他们是属于中国的 大家可能很熟知的是 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国制造 长期以来被跟雪汉工厂联系在一起 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地区 是全世界制造业最发达的区域 没有质疑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产业工人的印象 就是像这个样子 就是富士康这个装配iPad生产线的女工在工作 一台iPad需要325双手 5000的时间才能装配成功 所以大家手里拿着iPhone iPad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在新一湖工作出来的 那么他们每做一道工具 拿到的可能是几分钱或者是几毛钱 整个富士康的利润率是2% 给苹果打工 利润率是2% 大家可能五千块钱的一个 苹果手机里面 这2%是给的富士康 然后能够给到这些员工的钱 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而真正的现代化的工厂是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照片是奇亚汽车 私的华河工厂里面的无人汽车生产线 整个生产线上没有一个人 全部是机器人 在那里工作 那么他们统计了一下 一个工厂机器人在这样一条生产线里面 可以替代25到150个熟练工人 机器人可以24小时工作 它的错误率基本上可以忽略 而且无需考虑工作环境和社保 在现在 这个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 国家越来越重视工人权益的保护 最低工资一涨再涨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企业家逐渐逐渐的承受不住 开始 从西方大大国家开始 1970年代开始 自动化 就成为西方的热门 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这就是在机器坏人的大背景之下 你不是工会厉害吗 你不是 各种劳工权益保护的法律很厉害吗 我惹不起我躲 我躲还不行吗 我用机器人来代替员工 我就不需要支付你那么多的薪水 而且我不需要说你加班 还要给三倍的加班费 过年过节还要给补贴 这些都没有 也不需要给你买保险 直接买机器好了